李小龙在香港九龙住所突然离世 年仅32岁 这个震惊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李小龙的粉丝和影迷陷入了无尽的悲痛和震惊之中 当天早上 李小龙起床后头痛得厉害 可能是前一晚与制片人邵氏兄弟会谈工作过度疲劳导致 上午10点多 他前往女星丁佩的住所 想跟他商量新的电影计划 然而刚进门 李小龙就突然倒地 开始不停地抽搐 赶来的医生赶紧实施急救 但已经为时已晚 年仅32岁的李小龙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妻子琳达接到这个突然的噩耗时 既难以置信又极为悲痛 他泪流满面地来到事发地点 看到李小龙冰冷的遗体 内心涌现出巨大的悲痛 李国豪和李湘宁是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跟着母亲一起来到了这里 八岁的李国豪还不太理解发生了什么 只是茫然地看着父亲 四岁的李湘宁则放声大哭 伤心欲绝 李小龙的葬礼在香港举行 众多影迷纷纷前来送别这位功夫巨星 琳达强忍泪水 竭力保持镇定 葬礼结束后 李小龙的灵鹫安葬在西湖旁的湖景公墓 家人和影迷们送他最后一场 李小龙突然的离世令人震惊和痛心 他是一个充满活力 拥有远大梦想的年轻人 他的生命在事业巅峰时期戛然而止 让人惋惜不已 李小龙去世后 李国豪八岁的年龄承受了巨大的悲痛 父亲是他的偶像和目标 他一直梦想着能成为像父亲一样 伟大的武术家和动作明星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 李国豪下定决心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成为传奇 李国豪在1986年 18岁的年纪 成功在一个电视系列剧中 拿下一个武术演员的角色 成为他演艺生涯的起点 之后 他陆续在几部功夫动作电影中担任主角 并展露了他出色的武术记忆 李小龙李国豪的快速踢打技和灵活动作 让观众为之惊叹 到90年代 李国豪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动作演员和替身演员 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的大片中 他精湛的武艺和表演天赋 得到了广大观众和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在采访中 李国豪表示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父亲一样伟大的动作巨星 并致力于弘扬中国功夫 然而命运无情 在1993年拍摄电影乌鸦时 李国豪因演员事故不幸离世 年仅28岁 与父亲李小龙一样英年早逝 李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恶号 妻子琳达和妹妹李湘宁再次承受巨大悲痛 李国豪用她的生命热情和决心表达了对父亲事业的执着 她的梦想被生命的脆弱无情打碎 但她敢于追逐梦想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李小龙去世后 琳达一度陷入绝望 28岁的她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坚强地挺直辈继续生活 丈夫的离世让她悲痛不已 李小龙去世后只留给家人数十万港币的遗产 对琳达而言 这并不足以供养两个孩子成人 因此 她不得不出售李小龙的部分作品版权以维持生活 而这些版权收入成为了她日后生活的重要来源 然而 琳达在确保家庭生计后 也尽可能购回了李小龙的许多版权 保护她的知识产权 为了纪念丈夫 琳达整理出版了李小龙生前的著作和笔记 如《李小龙绝迹》《杰权道》等书籍 使得更多人能够了解李小龙的武术思想 琳达创办了李小龙基金会 以资助和推广李小龙一生热爱的中国功夫 尽管这些努力无法为她带来金钱上的收益 但她并不在意 只是希望丈夫的精神得以流传 琳达对李小龙的肖像权和姓名权保护非常严谨 她会严谨仔细地审核任何与李小龙相关的商业计划 确保他人不能滥用李小龙的声誉来谋取利益 琳达在发现一家食品店抄袭李小龙形象后 毫不畏惧艰辛 成功进行了维权 琳达的行为和坚定的信仰在公众中饱受争议 她常常因为利用李小龙的名声获利而被指责 然而 琳达并没有退缩 依然坚定地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丈夫 并坚守着她的精神遗产 现在的琳达已经从那个悲痛的寡妇变成了一位充满力量 勇敢的维权人 她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了李小龙的精神 李湘宁是李小龙唯一的女儿 从小父亲的离世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深感父亲的精神对她的影响深远 因此开始跟随母亲琳达学习武术 并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传播和弘扬李小龙的精神遗产 李湘宁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演艺圈 参与了多部动作电影的拍摄 通过这些作品 她向观众展示了李小龙的武术技巧 让更多人领略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 尽管李湘宁在拍摄过程中历经艰辛 但她并未因此而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地想要完成父亲的心愿 2015年 李湘宁发现一家食品连锁店以李小龙肖像为招牌 却未得到授权 于是 李湘宁毫不犹豫地提起诉讼 并最终在法庭上胜诉 让公众再次瞩目到她对父亲形象的坚定维护 2019年 李湘宁再次展开维权 她表示电影《好莱坞》往事中 对李小龙的描写存在施工员的情况 严重损害了她的名誉 经过多方奔走努力 李湘宁成功说服发行方 在中国大陆暂停供应这部 恶意诋毁其父亲形象的电影 李湘宁的维权行为同样饱受争议 她被部分人批评 利用李小龙的名声谋求私利 面对这些非议 李湘宁表现出了极大的坚韧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修复父亲的名誉 我并不在乎金钱 李湘宁说 如今李湘宁已经成为家族事业的重要支柱 她为人内敛低调 从未炫耀自己的家事和成就 在她的观念中 继承父亲一致 保护李小龙的正面形象 是她应尽的责任 李湘宁以独特的方式传承了李小龙功夫的精神内涵 她的维权之路也激励着每一位孝顺的子女 李小龙的离世让她的家人备受伤害 但他们没有被挫败和挫折打倒 反而选择坚定不移地守护李小龙留下的精神财富 努力让这种精神得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李小龙的遗孀琳达承受了沉痛的悲痛 但她仍然挺直脊梁 独自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为了孩子们的成长 琳达不惜出售部分作品版权以获取生活所需 她也尽可能地收购回李小龙的知识产权 保护她的积极形象 琳达整理了丈夫的笔记典籍并出版 使后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李小龙 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虽然年纪轻轻就英勇离世 但他努力追随父亲的脚步 成为了一位备受尊重的动作明星 他的事迹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李国豪用自己的生命 表现了对父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李湘宁在商场中继承了母亲的传统 尽力维护父亲李小龙的商业形象权 他勇敢地制止任何滥用李小龙形象的行为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从未为自己索要过任何不合理的报酬 他的责任是传承李小龙的精神 而非金钱